我是格子都说北京这头消费高啊 那在北京花15元 可以吃什么档次的早餐呢 那格子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啊 好我的煎饼买完了 当然对于我来讲 这个一个煎饼不够吃的 我们再到这个肯德基啊 买一份这个超值早餐啊 好那我点的这份 这个肯德基超值早餐啊 就上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帕格尼尼啊 鸡肉汉堡啊 然后这个呢是一杯豆浆啊 这个套餐呢是8块钱啊 然后加上这个煎饼7块钱呢 一共是15块钱啊 当然我现在得用婴儿口手时间 然后咱们就马上吃饭 好那咱尝尝这豆浆啊 嗯 豆浆味道不爽啊 我一般都是先吃这个帕格尼尼这个鸡肉汉堡 再吃煎饼哈 因为现在煎饼比较烫啊 嗯 味道还可以啊 当然要单吃这个肯定不够我吃的 我比较能吃 那大家可能看到啊 这一套早餐呢一共发了15元 算比较超值的 经济食用餐了 当然在北京 你想吃多少元的早餐都有啊 如果想吃好一点的啊 花个四五十啊 也是很正常的 当然对于这个大公仔啊 上班族来说啊 这个就算比较不错的经济早餐了啊 又经济又实惠啊 要知道北京这时候呢 单位离你这个住的店都比较远啊 如果离你住的店近呢 房租会非常贵啊 所以大家都选择相对住的远一点的地方啊 因为有地铁也方便 当然坐地铁呢也需要时间 下地铁呢也不是马上就到单位啊 你还得骑个单车或者还得补个公交才能到单位 所以一般很多年轻人呢 啊选择早餐就是啊 把这些打包带走啊 让他们就单位吃点啊 让他们就下着地铁吃 好 那么朋友们如果花15元 在你们老家可以吃什么档次的早餐呢 你们觉得北京这早餐贵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上午交流 喜欢就关注格子 关注格子每天都